这个抑制游戏叫汉诺塔 人类完成四层塔的极限步骤是15步 这只星星仅仅试玩了两次就能在20步之内完成 它之所以能如此聪明是因为注射了贝尔研究的基因药物 研发药物的目的是治愈老年痴呆 贝尔想借助星星的临床表现在董事会上申请进行人体实验 这时那只星星突然异常报告 它撞翻两名工作人员落花而逃 整个公司陷入一片混乱 星星跳成柱子来到一楼几个跳跃撞进了会议室 威尔还没来得及反应 星星就被赶来的安保当场击毙 一场闹剧让威尔的人体实验计划彻底泡汤 老板也警告威尔不想丢掉工作就停止项目 并且处理掉所有星星 威尔回到实验室准备善后 同时小胖却有了意外发现 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星星 原来母星星的暴走不是攻击而是本能的保护欲 威尔不愿意残害这个新生命就将小星星带回了家 家里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对这个小家伙爱不释手 威尔给他起名叫凯撒 凯撒从第一次喝奶就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高智商 一晃三年过去了 凯撒遗传了母亲的改造基因 并且智商更高 他不仅学会了手语认知能力 更是远超同龄的人类小孩 听幻画会看书 国际象棋也不在话下 凯撒是越来越聪明 可威尔父亲的痴呆症越来越严重 威尔为了治好父亲 从公司偷走了基因药物 刀板就冒险给父亲进行了注射 而到第二天 父亲竟然起起他的痊愈了 这时凯撒通过窗户 看到了楼下小孩在玩耍 从没出过家门的凯撒跑了出去 邻居为了保护女儿 用囚困驱赶着凯撒 到威尔跟父亲赶到时 凯撒已经吓破了蛋 他像孩子一样躲在威尔的怀里 回去后 威尔才看到凯撒受了伤 来到宠物医院 医生为凯撒缝合了伤口 凯撒却用手语告诉威尔 你应该给他吃饭 很快同样喜欢动物的卡罗 与威尔走到了一起 为了让凯撒的成长 不影响到人类小孩 威尔一行带着凯撒 来到了一片红树林 威尔解开了牵引绳 凯撒本能的担心跪地 伸出一只手 请求着威尔的允许 威尔手指从他的掌心滑过后 凯撒开心地跳进了树林 他来到一棵参天大树面前 在威尔的鼓励下 凯撒不合上去 他越爬越高 越爬越快 在树林间不停地翻飞跳跃 精密了每一个日落 感受着每一个雨滴 五年之后 站在顶端的凯撒 终于成年了 威尔跟女友带着凯撒 从树林出来 凯撒看到一条狗 也拴着绳子 狗子对着凯撒狂吹 凯撒则暴露了野性 回到车上 凯撒心事重重 他问威尔自己是宠物吗 威尔说 你不是宠物 你是我的孩子 随后威尔带凯撒来到公司门口 告诉凯撒他的身世 知道真相的凯撒 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回家后 凯撒无心进食 这时他发现威尔的父亲 痴呆症又复发了 犯病的父亲将邻居的车撞坏 邻居对着老头推推散散 凯撒看到后 直接冲了出来 他扑倒了邻居 然后一顿爆锤 邻居想跑回家 又被凯撒一脚踹飞 往街上跑 没几步又被扑倒 这时老爷子叫停了凯撒 看着老爷子怀里的星星 周围的人心里实有恐惧 因为这次的伤人事件 凯撒被送到了星星收容所 威尔看着环境还可以 就没多心 可威尔前脚刚走 管理员就将凯撒 舔进了铁楼 这时凯撒才知道 这里关着几十只星星 管理员给凯撒吃 猪都不吃的食物 还有水枪教训了他 无助的凯撒蜷缩在地上 现在的凯撒只想回家 威尔回到公司 告知的老板 自己给父亲 偷有药物的事 他说对人体有效果 但需要改良 老板听后 当下就让威尔重启实验 随后一个叫库巴的星星 就躺在了实验床上 在注射药剂时 库巴突然的抖动 导致气管被弹开 小胖不小心 呼住了七台药物 可当下并没有人在意 实验结束后 库巴安然无恙 并且智商再次提高 老板看到后兴奋不已 那吸入气体的小胖 已经出现了可血的症状 这边在收容所的凯撒 在第一次集体活动中 不仅被星星王扯坏了衣服 还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第二天威尔来看凯撒 告诉他没有法院的批准 不能带他回家 凯撒不理解 他愤怒地擦掉墙画 决定一切要靠自己解决 买上管理员带着朋友来这里喝酒 凯撒故意激怒一人 然后趁机偷走了他的匕首 深夜凯撒用做好的工具 打开铁门 他进到院子 放出了从未出过笼子的小金刚 又喊出了星星王 然后一铁桶向他赶飞 起身的星星王 看着小金刚做甘愿臣服 自己也跪地 伸出了右手 很快在星星王的捕捉下 凯撒统一了这里的所有星星 同一天夜里 威尔的不仅拒绝了治疗 选择了安享离世 同时小胖也死在了家中 第二天威尔赶到公司 警告老板 药物可能会对人体有害 可老板为了挣钱 已经开始了量产 威尔一气之下辞掉了工作 他来到了收容所 准备接凯撒回家 可凯撒关上了铁门 拒绝了威尔 虽然统一了所有星星 但红毛告诉他 大多数星星还是太蠢 凯撒听后 若有所思 晚上凯撒从天窗逃了出去 他悄悄回到家 从冰箱中拿走了 威尔剩下的基因药物 回到收容所 凯撒扎开了药罐 用药物洗礼了每一只星星 第二天院长就看到了 窗内诡异的一幕 但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星星军团 在凯撒的带领下 已经具备了组织形态 最后所有星星 毁了威尔子 只有凯撒战争不动 管理员尽紧拿着电棍 就要教训凯撒 凯撒轻松躲过攻击 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这一声no惊呆了所有人 凯撒一拳干他了管理员 然后将其他星星 全部放了出来 这时管理员拿着电话 凯撒还想反击 凯撒之间用水枪 让他领和合法 没有了阻碍的凯撒 带领的星星军团 开始向城市建军 随后警察开始接入 为了与女友 开车往城里赶 相信军团冲进了基因公司 他们破坏了所有的设备 并送出了其他被实验的星星 接着星星军团 陆续破窗而出 刚快来到了动物园 小金刚一个冲撞 军团的力量再次扩充 他们冲上街道 攀爬在每一栋大楼上 一个警察捕获了一只星星 就往装车带走 凯撒一起钢杉 扎到面前 另一个星星扯开车门 救下同伴 无数钢杉又接踵而至 面对两辆警车 红包拿起井盖 就飞了过去 挡风锅里直接赶穿 小金刚跟着甩出一个铁棒 发动机 扎入场破坏 势不可挡的星星军团 很快上了大桥 警方的对面部署了街 凯撒及时停止了冲锋 他让一组从大桥上面走 一组从大桥下面走 自己则带着小金刚的拦截 追上来的骑兵 接着凯撒双手一挥 小金刚集体冲撞 推翻了公交车 然后顶着公交加速冲锋 警方的火力输出 起不到丝毫作用 这时借助大雾的掩护 其他两组星星 从天上与桥底进行了突袭 所有警察没坚持一回合 全部丧失战力 就在星星恒乎胜利时 威尔赶了过来 刚喊一声凯撒 头顶的支撑机 就开始了无脑扫射 凯撒一技点亮 甩飞两人 小金刚推开凯撒 一个加速跳跃 顶着枪弹 狠狠 弹向了直升机 小金刚重担心忙 受伤的老板想要救命 却被库巴一脚连人带机 踹了下去 随后凯撒带着星星军团 回到了红树林 最后来的雷尔还想让凯撒回家 当凯撒抱着他的头说 雷尔震惊之余 也明白了凯撒的心意